上回说到,小英和景也都燃起了斗志,准备堂堂正正的一决胜负 只见两个人快速冲向对方 小英双手结印,分出两个分身 随后一跃而起,一击命中景也 景也站起来后,两人又来了一波肉搏战 打了一会儿停下来,小英再次使用了嘲讽技能 说像你这种只注重外表,浮夸的留着长发的人 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景也一听表示十分不开心 拿出苦物就割断了自己的头发,仍在地上撒了一地 接着双手结印,就要使用心转身之术 小英笑道,他这个术虽然能控制别人的身体 但是缺陷也很大 首先,景也释放出来的精神能量只能直线移动 一旦没有成功命中敌人 那么精神能量在几飞中内是无法挥到身体的 在此期间,他自己就会处于昏迷状态 所以对付他这个忍术,只要移动起来就行了 说完,景也似乎很有把握 还是施展了忍术,然后他就瘫倒在了地上 这时小英呵呵一笑,说太可惜了,景也 正在他准备要上前结束这场比赛时 却发现自己的脚,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查克拉线缠住 根本无法动弹 原来景也之前切断头发和刚才的忍术 都是在演戏给小英看 目的就是让他进入自己的陷阱 景也也不再废话 再次抬起手,对着小英施展了心转身之术 伴随着嗡的一声,成功占据了小英的身体 随即,他控制着小英举起了手 就要说出放弃比赛 关键时刻,我们的名人又来嘴队了 要说这嘴队,不愧是火影最强忍术 小英的意识愣是被他给喊醒了 景也看情况不妙,赶紧解除了忍术 随后两人再次开始了肉搏战 此时,他俩的查克拉都已经所剩不多 两人就使出了最后的力气 发出了最后一击 重重地打在了对方的脸上 然后同时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裁判看这情况 宣布由于两人都无法应战 这一场比试无人通过 随后卡卡西和阿司马将他俩抱上了看台 检查了一下,幸好都没啥大事 说他们过一会儿就会醒了 接下来又快速地进行了两场比试 首先是杀人的首局对战天天 首局毫发无伤,以绝对的优势获胜 然后是阴人的金对战陆安 陆安虽说受了点小伤 但是还是凭借自己聪明的大脑取得了胜利 接下来就终于轮到我们的主人公名人上场了 他的对手是全种牙 牙一看自己的对手是名人 表示十分开心 心想这岂不是轻轻松松的就能赢了 然后让赤丸在一边看着 表示自己要一个人对付名人 随后使用了拟兽人法四角之术 整个人趴在了地上 手上也长出了长长的指甲 紧接着快速地出现了名人 名人多闪不及被他一肘击飞 从地上爬起来后 名人说道 别瞧不起人了 牵着你的狗子一起上吧 牙也不废话 叫上赤丸冲了上去 然后扔出两个烟雾弹 没有了视野的名人 在烟雾里只有挨打的份 见情况不妙 却又被外面的赤丸扑了进去 随后烟雾散去 只见名人躺在地上 赤丸蹲在他的身边 牙见状开心地叫赤丸回到自己身边 这赤丸跑着跑着 却面露凶色 一口咬住了他的胳膊 牙一脸懵逼 赤丸这是得狂犬病了 这时赤丸却嘿嘿一笑 摇身一变变成了名人 真正的赤丸早就让名人的分身给抓了起来 牙表示 这小子比以前厉害了嘛 那么自己也要认真起来了 说完 从包里掏出个小药丸扔给了赤丸 赤丸吃了药丸后 睡间变成了红毛 十分凶残地挣脱了名人的分身 接着牙自己也吃了一个药丸 然后让赤丸跳到他的身上 双手结印 施展你受人法 受人分身 只见他身上的赤丸 摇身一变 变成了他的样子 名人见状 对裁判大喊 这个人吃兴奋剂 你管不管 疾风说道 这是冰凉丸 属于一种忍惧 是可以用的 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 看台上的冰刺 开始的解说 说冰凉丸是一种 可以让服用的人 快速提升查克拉 三天三夜 持续战斗的密钥 而且高蛋白一吸收 效果杠杠的 回到赛场 两个牙跳起 扑向名人 名人急忙后跳 躲过了这一击 然后牙又对着他 展开了上蹿下跳的攻击 无法还手的名人 只有躲的份 随后只见两个牙 同时扑向了他 身体快速旋转 一招牙同牙 把他打倒在地 无法动弹 看台上的橱田 看到未来老公 被打得这么惨 那可是心疼坏了 一击得手的牙 开始了放肆的大笑 主角倒下的时候 当然是要开始 回忆杀了 一段回忆过后 名人又顽强的站了起来 见到名人又站起来 牙表示 你这小子 怕不是出小墙的吧 随即又和吃完 一起虫了上去 再次扔出烟雾弹后 对着烟雾 开始疯狂的牙同牙 在烟雾中的名人 再一次陷入了劣势 根本找不到机会还手 突然他灵光一闪 想到一个办法 然后施展了变身术 浓烟过后 只见赛场上出现三个牙 牙见这情况丝毫不慌 表示自己的鼻子 可是像狗一样灵 一闻就能闻出来 哪个是名人 随即对着其中一个 一拳就打了过去 被打的这个牙 倒在地上后 现出了本身 竟然是他心爱的狗子吃完 牙看到后大吃一惊 难道自己感冒了 鼻子不好使了 感觉被耍后 牙回身一拳 又打倒了另一个 这个牙倒地后 也现出了本身 竟然还是吃完 牙彻底懵逼了 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算计了 这时后面的吃完 站了起来 牙神一变 变成了名人 随后名人跑上前 飞起一脚 踢倒了牙 牙看着 趴在地上的吃完 踏出手里剑 就要给他报仇 名人也双手结印 说要让他见识见识 自己的心必杀技 牙冲上去 扔出手里剑 名人上蹿下跳地躲开 随后他又用出 四脚之术 对着名人展开了 快速的攻击 名人用手挡下了牙的一击 反手抓住他的胳膊 给他来了个过肩摔 随后他就要用出 他的新招式 双手结印 嗷嗷大叫的 开始蓄力 牙再一次 快速冲向了名人 一个飘移摔尾 来到了他的身后 然后就 这波操作 把台上的观众都看傻了 卡卡西说 不愧是意外性 No.1的人者 由于牙的嗅觉 本来就异于常人 这一下给他熏的 直接灵魂出窍 感觉人生达到了巅峰 名人嘿嘿一笑说道 不好意思 用力猛了一点点 说完赶紧刷住时机 施展影分身 将牙团团围住 随后一个飞身跳起一拳 接着名人脚踩分身 跳到空中 另外三个飞身 一拥而上 一人一脚 把牙也踢到空中 紧接着空中的名人 一脚踢下 把牙狠狠地踢在了地板上 名人给这招起名 叫名人连弹 一番连招 惊呆了看台上的观众 卡卡西吐槽 他这个新必杀技 不就是抄的左柱的 十字连弹吗 而且连名字也是抄的 随后裁判检查了牙后 宣布了北场名人获胜 获胜后的名人 开开心心地 跑到了看台上 初田红着脸 害羞地叫住了他 递给他一瓶 涂抹伤口的药 木头一样的名人味 为什么要给他 旁边早已看穿一切的红 说给你就拿着吧 然后名人就收下了 还说初田真是个好人 下一场成了日向家族的内战 是初田对战宁次 宁次是初田的哥哥 他们两个的父亲是亲生兄弟 初田家属于宗家 宁次家属于芬家 由于宗家和芬家 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宁次和初田的关系并不好 一上来宁次就开始了口嗨 让初田放弃 说他不适合做人者 吊车尾就是吊车尾 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就好像他们两个 一个是芬家的人 一个是宗家的人 一样无法改变 随后开起了白眼 又来了一大段口嗨 说得初田心生恐惧 瑟瑟发抖 看台上的名人看不下去了 打架就打架 一只口嗨个屁啊 然后又开始了嘴顿 听到名人的话 初田的心安定了下来 眼神也变得坚定起来 双手结印也开起了白眼 摆出架势 要和宁次一决胜负 随后两人一跃而起 展开了日向流体数的对决 一时间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初田抓住空当打向宁次 宁次一个后跳 险些躲过 一击不成 初田再次发动攻击 几个回合下来 似乎稍微占了一些优势 这时只见两人同时打向对方 却见初田一口老血喷戳 他又打出一掌想要反击 却被宁次抓住他的胳膊 然后伸出手指 在他胳膊上用力一戳 再看初田的胳膊 早已被宁次用点穴封住了穴道 接着宁次又是一掌 将初田打倒在地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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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我能活動,我能夠更熱的,我能夠活動,我能夠熱的,我能夠熱的! 我能夠熱,我能夠熱,我能夠熱!